因为最主要拍上人来讲 早期他就比较没办法接受 而且有时候看我们就是一般连拍的画面 他就会念我们说浪费底片 像我们自己上人的地址 我们要拍的话 明明我们晓得上人可能要从这个方向来 我们这边就准备要拍上人 结果他看到你摄影机在那边来讲的话 他就掉头就走掉了 当然是说久而久之来讲 我们就发觉到上人真的很保守 上人不给拍到自己成立电视台 这个过程来讲可见上人就是为了度化众生来讲的话 想要借着科技的力量来度更多的人来参与实际世界 有一次跟上人在谈话中 那上人就轻轻地给我点醒一下 说一个人吃不了天下米 做不了天下事 讲了一句台语就是 那就是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参与这个工作 大概91年左右的时候 那个刚好数位相机出来了 所以那个价钱整个就比较压下来 所以说大家认为说做这个东西他们也有能力可以来做 所以那个时候成立印象志工的时候就蛮多前审的实用事情 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 因为我们最主要最怕的就是历史没有人记录 我们不是怕人家来记录 尤其实际的历史 他从来不会说叫你NG 从来再演一次给你拍的 所以应该是要把握谁等于说当下的那一秒钟 那才不会让历史等于错失过